欢迎观看老爸的时光 今天做一个特别喧软的芝士口味的面包棒 这满满的两大盘子只用了一斤面粉 糖放的也不是很多 加上芝士本来就有点咸 所以这种又软又香 甜中带咸的面包 相信大家肯定会喜欢的 首先咱来和面准备500克的高筋面粉 加入20克的奶粉 再加入5克的酵母粉 把材料简单的搅拌一下 接下来再打入两个鸡蛋 每个月60克 如果天气比较热的时候 牛奶鸡蛋这种液体材料最好用凉的 那牛奶是250克 再加入60克的白砂糖 然后把材料简单的搅拌一下 搅拌成絮状之后再加入30克的黄油 2克的盐 盐和黄油会一直酵母的生长 大部分的情况下都是最后添加 接下来就把材料揉成一个面团 如果家里有和面机会方便一些 不过手揉也是很快的 因为大部分的面包都不需要揉出手膜 如果是新手刚开始可以减少点材料 比如一次只做半斤面粉的会更好操作 我们尽量在20分钟以内把面团揉好 有经验的话10多分钟就能揉好 因为时间一长 面团的温度会变得越来越高 放了酵母会导致面团还没有揉好 就已经发起来了 这种情况下不但面团的水分流逝严重 而且发起来的面团也不好揉了 做出来的面包口感发硬 所以尽量不要揉的时间太长 这也是为什么天气比较热的时候 牛奶鸡蛋这种材料要用凉的原因 揉面的话 就像媳妇一样来揉 把面团揉到不沾手了 比较光滑了 很轻松能拉长 还不断就行了 接下来就放回到和面盆中 盖上盖子进行第一次醒发 第一次醒发 醒发到体积翻倍取出来 也不需要再揉面了 直接分成10个面剂子 分好之后简单的团一下 如果是想做带馅的 或者是盘花的 分好面剂子之后盖起来 再松弛个10分钟 方便下一步的操作 如果只是简单的做个面包的胚子 就可以直接放在烤盘里 进行二次发酵了 简单的松弛了十来分钟之后来制作 准备少许的芝士片 就是汉堡里加的那种 再准备一些马苏里拉芝士 就是做披萨的那种 那制作就是把面剂子 先擀成一张长方形的面饼 尾部稍微按压一下 里面放上一片芝士之后卷起来 如果可以带来尽做烤盘子 毫不足的便利 就像这个烤盘子 吃到没有杂料 就像这个烤盘子 和煮 appreh频道 把烤盘子 做瓶子 嘅 就像这个烤盘子 那卷起来之后再粘上一层马苏里拉芝士 卷成大概20公分长的一根面包的生胚 全部做完之后就需要二发了 很多朋友感觉自己做的面包有点硬 如果家里烤箱有加湿功能会好一些 没有的话可以在烤箱里放一盘温水辅助一下 毕竟面包房里都会有醒发箱 可以增加湿度和温度 面包湿也是专业的 做起来很快 可以各个环节减少面包水分的流失 二发的时候在烤箱里放一盘温水辅助一下会好很多 二发是醒发到8分 就是体积膨胀80%左右取出来烤箱升温 烤箱升温也得需要十多分钟 这个时间段面包还会轻微的醒发 所以稍微留点余地 烤箱的温度设定是以80升的烤箱为例 把烤箱预热到上下都是160度 放在烤箱的中层烤15分钟左右 较小的烤箱实际温度受热会更高 建议烤箱每小时升温度降低5度 用了一斤面粉就做了10个这样的面包 每个面包相当于只用了50克面粉 所以这款面包是非常渲软的 放的糖也不是很多 加上芝士略微有一点咸 吃起来口感是微咸的 好了为了方便大家去记视频中所需要的材料 视频下方的备注栏或留言区 有文字版的配料 有问题可以在留言区留言 大家如果喜欢老爸做的美食 记得帮忙关注点个赞 谢谢大家 那今天的这期美食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也祝大家生活愉快